在佛经里面有说到了四众弟子 比丘 比丘尼 佑伯赛 佑伯仪 也就是说在家的男众和女众 所以因为有四众弟子的缘故 所以学佛的人不一定要出家 但是出了家的话 在出家之前 必须要有强大的出离心 很多人认为说 我婚姻不顺利 或者是说我事业不顺利 我走投无路跑去出家 这种不应该是出家的条件 学佛在生活当中 帮助不了我们物质的追求 可是有很多我们心灵的问题 可以透过佛学的知识 帮助我们解决内心如何去处理 或者面对这些问题的方法 所以佛家就是去解剖分析烦恼的特性之后 烦恼所有烦恼的共同点 都是必须要抓住一个真实 真实自主的一个我 的这一个点 所以透过空性来去对峙这一个 还有一个透过爱他心或菩提性的一种观修 来去对峙爱我之 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道理 所以绝对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自己的烦恼 而且让我们的快乐 不要永远处于一种被动的快乐 让我们的快乐可以成为一个主动的快乐 其实学佛是需要目的性的 而不是刚刚所说的是被恐吓的 我们要透过真相来去了解 烦恼是怎么产生的 烦恼是否可以断除 解脱是存在的话 为了解脱而学佛 他是有一个目的在的 可是这个目的 如果是相应烦恼的话 也不是说不会获得善果 也是会有善果 可是这种善果只是仅存于轮回之间的善果而已 那如果是为了神通的话 那根本就不需要学佛了 外道他们也可以透过禅定的方式 内心收射之后 他也可以去升起禅 透过禅定的力量来去获证神通 那在试量论里面更讽刺的说了一句话 如果你真的想要神通 天眼通的话 你还不如投身到秃鹰去 因为秃鹰的话 他可以看很远的地方 比人来讲的话 他的眼力是更好 那如果你想要有嗅觉 很灵敏的嗅觉 所谓的鼻痛吧 如果可以这么讲的话 鼻视的神通吧 那你还不如投身到狗道去 因为听说鼻子的嗅觉非常的灵敏 所以看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学佛是要由目的心去学佛 只不过这个目的 一定要相应解脱 多分钟 不知是什么 不知很大 你只要看被鼻子的人 那对耳朵之一